香港大學八週年校慶典禮 在8月18日於港大陸誘堂舉行 校方除了邀請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主持典禮 還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出席 包括特首曾任權 有港大校友不滿校方指邀請權貴 又以場地有限為由 令一眾港大學生和舊生無法到現場參與典禮 在太古橋發起抗議活動表達四大訴求 1. 反對李克強出席慶典 2. 譴責校方有肉校格 3. 捍衛香港大學精神 4. 向李克強展示港人爭取平反六四之決心 抗議活動預定由太古橋短途遊行至陸誘堂 可惜校方應安全理由拒絕抗議人士的要求 雙方為此對峙一個多小時 其後抗議人士向校長徐立之遞交請願信和平散去 另外校園及附近範圍實施了封路措施 亦有警方駐守 限制學生進入本部大樓附近一帶 校慶典禮舉行期間 警方以保護學生安全為由 阻止示威學生走近慶典會場 更有學生一度被警方圍困 及後被推跌地上 對於校方時次典禮的安排和管理 有學生表示失望 校方其實在這個典禮中 沒有學校的出席 其實是少之有少的 換言之 學生是沒有參與的 因為校園的八周年典禮是沒有學生的 這是很方法的一件事 因為在這次校園管理方面 有學生是因為一步出 是想行典太古橋 然後被警方及保安包圍 繼而他們站在那裏 是沒有做過任何行動 繼而是被警方推倒的 但這次在這件事件中 校方的角色是什麼 都是完全容許警方使用暴力 去對待自己的學生 適逢今年是象徵民主和改革的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港大曾經是孕辱過 父孫中山先生 革命和自由思想的地方 然而 後方為了歡迎領導人 令港大校慶典禮 被評為閉門校慶 引起後內外的不滿 典禮風光背後 民主精神 是否可以得以延續 好 校園電視記者 柯嘉義報道 好